109年全國環保夜市評鑑 總共有22處的夜市和商圈來參加 羅東夜市表現優異 榮獲五星級特優獎 環保局長日前特別將這項殊榮獻獎 給縣長林之妙 給我們的雅琪 我們的款式 每一項我們都做得很好 比如說有水的分離 污水的下水道 我們都建置完成 而且我們對於這次的防禦措施也做得很好 所以他能夠得到的環保夜市 能夠在我們大家的努力之下 能夠得到的特優 這都非常感謝所有的夜市的頭鴨頭鴨牛 大家團結合作 可以對我們的防禦措施做好 而且衛生也做得很好 環保局表示 羅東夜市在一次性產品源頭減量 資源回收 油煙排放控制 廢水處理 節能減碳措施 環境清潔等方面 都表現得很突出 因此獲得評審的肯定 羅東夜市這次能夠得到特優 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我們是全國唯一夜市裡面 把污水下水道建置完成的一個夜市 那第二點就是我們對於相關的一個回收的項目 除了這個不能使用一次性的一個餐劑之外 就是說我們要使用可以寵物使用的餐劑 那像保麗龍 杯子等等 我們都已經禁止使用 那各攤位的這個老闆也非常配合 再來我們對回收的部分 也包括得籤 或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現場都有設一個回收的一個攤車 讓大家能夠來做好回收的動作 當然垃圾多的時候 我們會增加頻率的一個清收 那再來我們對附近的一個廁所 我們都相關的一個清掃的一個頻率也增加了 對附近的公廁大家使用都非常之滿意 那還有就是油煙的管制排放的問題 我們已經達到75%以上的這個比例 每個攤位都有設置油煙管制的相關的措施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